謝錦貴主任 他是實際開始國際政代的時候 他是衝鋒憲政的大將 經驗非常豐富 給我們帶來一些個案故事 謝謝 主持人 主持人長老 還有各位師兄 師姐 你要問胡光中 他在做發放的時候 心中有沒有想說 他發給的是什麼樣宗教的人 他一定說沒有 你問我們潘民水師兄 他一定也說沒有 在全世界的災難面前 我們不會想到誰是什麼宗教 在所有的愛的面前 我們也不會想到有什麼樣的隔阂 一個年輕人在台北長大 最後做了股票的營業員 怎麼會回到了慈濟之後 在二十年的國際徵災裡面 當開始這個題目 到我的腦袋裡的時候 我才開始回想 確實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有一些或許可以跟大家來報告 跟來分享 第一次我感受到的是在巴米昂 阿富汗 這尊佛已經被炸掉了 可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似曾相識的感覺 是在這尊佛的腳下 我看到了五戒 我看到好親切 我覺得這不就是我們的基本五戒嗎 他說不是 這是我們穆斯林的戒律 那不就是一樣嗎 在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看到 可是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孩子的問題 十四歲拿著跟他身高一樣的槍 他要保護他的媽媽 保護他的姐姐 可是他必須拿起槍來 你要怎麼回答這孩子的問題 他的孩子有錯嗎 可是他做的是什麼呢 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一直放在自己的心裡面 一直在全世界各地的災難的現場在流轉 到了1996年的六月 科索沃那個時候我們進去了 科索沃也是一樣 也是當權者拿著歷史課本說 你們這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我要趕你們離開這裡 看到的就是人禍 看到的就是殘破 必須坐著防彈車 戴著防彈頭盔 去到了現場 現在我們已經不做這些事了 因為志工的安全最重要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這個孩子的問題我也回答不出來 因為他不講話了 不講話怎麼辦 就讓他畫畫吧 這些孩子就開始畫 畫什麼呢 這就是他的畫 畫什麼呢 這是孩子的畫 怎麼會停留在這裡 那個嬰兒會是誰 他想不想救 他救了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瘡傷 會不會在他心裡面留下來 而我們要怎麼樣去扶貧他 你要用什麼樣的語言 用什麼樣的言辭 用什麼樣的行動來告訴他 就在那個時候 我們接到了商人的指示 8月17號 土耳其大地震 我們沿路從科索沃一路就轉到了 就是轉到了直接到13號 我們到的時間是那麼的早 前面是其他國家的救難隊 我們只有四個人被問到我們帶幾條狗來 所以我們到的時間基本上是這麼的早 可是看到的是什麼 是看到像這樣子的景象 一千多萬人全部都睡在公園裡面 因為擔心當天會有餘症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第二天 白天才看到 從一個人禍的科索沃 回到了一个天灾的土耳其 在这个里面 我们要赶快地去什么 去看灾 看灾的现场 看到的全部都是 各个人道救援的团体 看到的全部都是 像这样子的景象 最后抱回来 上人决定开始做 这个过程我就浓缩了 各位带着我 各位跟着我一起 回到当时的现场 跟着我一起看到 那个时候的景象 你会做什么决定呢 没有错 就是你现在心里所想的 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 我们就开始 像刚才小胡说的募款 像刚才小胡说的 我们接到上人指示 坚守岗位各尽本分 我们要信守心中的承诺 全球志工总督导 在921台湾大地震的 第二天第三天 9月23号 按照原定行程到土耳其 就跟小胡在那个地方 那个年轻的小胡 还没有那么胖的小胡 在那里一直想说 应该要怎么样去 找到块土地 怎么样去盖房子 最后没有错 第一块板子 玉柱 房子盖好了 从上面的帐篷区搬下来 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 不是这个数字 因为今天早上 我们一直在讲 数字可以量化 可是那些心灵 到底应该是怎么讲 笑容是穿越的 看到这些笑容 我们心里是满心的欢喜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我的忏悔 在房子还没盖好的时候 在要开工的时候 我看到这头羊 这头羊 我就问阿拉丁北 阿拉丁先生 就是总工程师 阿拉丁北 这只羊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们要开工啊 我开工 然后呢 那你想一头羊 在开工的现场 那是什么意思 当然要祭祀啊 那我 我怎么去跟我的上人 说上人我们开工了 然后我们杀了一头羊 祭祀了 那我就开始跟阿拉丁北 阿拉丁北 我们不能杀羊啊 那他说 你不懂啊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 我说台湾也有这个行业 也是用鲜花树果祭祀 我急了 各位我急了 我就开始很口不择言了 他说 你不懂 这是我们土耳其 哇 他从产业提高到什么 国家 那我说 我从台湾来啊 那 最后他说了 我突然警觉到事态严重 他说 赞格利亚 你不懂 这是我们穆斯林 这是我们伊斯兰教 这只羊 他的生命 他的意义 就是在这个时候牺牲 我们要送他回阿拉丁里 在我们的中校节 我们的牺牲节 我们是要亲自 亲手杀鸡宰羊 把最好的部分 给我们贫穷的这些乡情们 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 各位 怎么办 你要引起宗教的冲突跟论战吗 请问各位 你们要怎么办 怎么办 你要帮我啊 你要我怎么办 我最后在那现场 最后怎么 我赖皮了 我真的赖皮了 各位 我现在想起来 我很对不起阿拉丁北 我说阿拉丁北 你到底是不是好的穆斯林 他马上睁大眼睛看着我 我说 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相不相信 真主是全能的 他说当然 那你相不相信 今天有一个人在你面前 希望你不要杀羊 难道不是真主的意思吗 他愣了一下 我后来想想 念法律还是有点用的 可是我心里面很虚 最后怎么样 那头羊有没有被杀掉 各位 那是谁包容我 是阿拉丁北包容我 他们每天要礼拜五次 他在不是该礼拜的时间 竟然跑去了什么 竟然跑去了这个清真寺 我很担心他去问说 阿拉丁北到底是不是你派来的 那不就穿了吗 当然这样的一个 彼此互相的尊重过程中间 因为我的坚持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所以小胡才在讲说 其实这叫互相尊重的 我们才会说 那么在他们的帐篷 我们是不是 真正的好好的 用同理心 用同样的尊重 是不是我们来尊重 我们的穆斯林兄弟 所以不止尊重 我们的穆斯林兄弟 连我们的帐篷颜色 都是他们国旗的颜色 都是白色 红色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帐篷 基本上还是有一弯新月在上面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我第一次 有了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兄弟 我很感恩他们 因为他们在摘戒月 早上的时候他们不吃不喝 我们就出门了 各位他们不吃不喝 我好意思吃喝吗 当然就跟着走 那他们也很 就是很善良的提起来说 他也跟我们一起摘戒 这个兄弟不错 就把我当做穆斯林了 所以我们一个多月 没有时间去讨论宗教 等到一个多月后 才问说 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库德族的工人 不是穆斯林 他拿了一个橘子 他知道我是佛教徒 他知道我不用摘戒 他拿了橘子丢给我 他说 赞克利亚 橘子 我拿到街道的那一刹那 我忘了我是穆斯林 不是 我忘了我在摘戒 我忘了我在摘戒的时候 中要拨橘子的时候 突然我的兄弟开始 远远跟我讲 诶 赞克利亚 我说 哇 摘戒月 我说 哦 摘戒月 好 摘戒月 多自然 他不会想到说 你是什么图 你是什么图 很自然在那个过程中间 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在萨尔瓦多 2001年1月13号 萨尔瓦多大地震 这个地震 一样是泥石流 一样没有办法传达 是那个湿臭的味道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就是这种苦难 所以苦难面前 是没有任何宗教 没有任何国界 没有任何种族的 上人问我说 到底是倒了几间 我说上人 他们不是这样算 他们是这条街 还有几间没倒 那怎么办 我们要发放的时候 只能够在哪里 在教堂 那教堂怎么办 我那个时候用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觉得说我要替这个阿嬷 找一个地方 好好地发放 这样子的一个眉头 你还问他是什么叫吗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 我们找到了谁 我们找到了神父 然后我用小人之心 去度神父之父 神父其实是宽容大量的 因为他的 圣事的门口 就挂着一个牌子 那个写的西班牙文 就我家就是你家 我看到了 我觉得做文章 我说神父啊 这什么意思啊 人家已经翻译我了 我还故意问 我家就是你家 那神父我们可不可以 在你的教堂发放呢 可以 所有人进来了 桌子都排好了 因为我们早就已经凉好了 应该在哪里放 再怎么做 结果我们没有想到 神父把他换圣袍的圣事 全部拿来做我们 仁医会医生的内侍 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就在什么 就在中美洲 他问我们为什么会来 我当然告诉他 因为我是佛教徒 因为我们教法是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神父我们真的想 为这块地来祈求 可以吗 他说拜托 你们来 就在我的教堂前面 那你们要怎么祈求呢 我们说我们也不会 什么方式 我们就会称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的佛号 好吗 他说好 在教堂前面 我们称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号 为这块土地祈福 就在佩洛撒冷 就在耶路撒冷的小镇 我们佛教的志工 跟摩门教的兄弟 一起为我们天主教的弟兄 在那个地方 一起努力 一起打拼 这样子的一幅照片 竟然被他们的记者 自己找到了 我们没有邀请他来 他一个羊角照上去 在耶稣基督的见证下 一个佛教的医生 这么样的用心的 为一个天主的子民 在那个地方看着 当然这张照片后来 引起我们小小的困扰 因为他说 这个老人家是左手痛 结果呢 他怎么用一个神奇的小针 去扎在他的右手上 结果竟然好了 很有效 那我们以后 在萨尔瓦多的乡间 每一个人碰到我们 就说 你们那个神奇的小针 什么时候来 所以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 这样子的意识形态的过程当中 我们交到了很多 很好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手牵起来了 我们的肩膀扛起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 也不再跟各位报告 我们盖了多少的大哀物 就在这样子的笑容 其实他就说明了一切 什么是普世的价值 那样子的一个眉头 那样子的一个肚子痛 那样子的一个衣服不够的冷 一个灾后的一个笑容 这些都是普世 而我最后要带大家到缅甸 那是一个佛教的国度 2008年 知道一个纳吉斯的风灾 大家看到了这些 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 lose everything 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可是他们的说法是 nothing to lose 他们本来就很贫穷 这就是他们的家 你看到了 艾维 你看到他们两只手 捧着一个是 净坏的骨子 一个是希望的种子 你看到的是一个孩子 本身家徒四壁 各位 其实他没有四壁 这个就是他和他妹妹 晚上遮风避雨的地方 他想要上学 可以上学吗 我突然想到了 我们的叫法 不就是 词是娱乐 悲是拔苦 怎么样能够娱乐 我们在那个地方 开始唱歌 开始让大家 欢欢喜喜的 大家一起来 唱什么歌 唱一家人 我的快乐来自你的笑声 而你如果流泪 我会比你更心疼 我们开始带动他们 开始比什么 开始比牛 铁牛 开始比什么 阿爸 看醉无 大家看到他孩子的笑容 那孩子笑容 是一切的答案 所有的这些笑容 都是一切的答案 怎么会有一个病人 在医生看他的时候 还会笑呢 还笑成这个样子 是外来的医生吗 什么是父慈 一个远地 回来的父亲 抱着孩子的那种欣喜 是吗 那是一个缅甸的灾民 那是一个 从来没见过面的 泰国的志工 什么是子孝 我们的志工知道 老人家没有饭吃 没有吃中午 他把他自己的香气饭 一口一口地喂着他 一口一口喂着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想到的是 他自己的父亲 可是问题来了 后面那位白衣服的 衬衫的老人家 站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说他也没吃饭 那只有那一晚怎么办 各位怎么办 最后我要送给大家 一张照片 什么叫胸有地公 我很想用一个 特殊的效果 把两个衣服 都把它遮起来 各位 谁是施者 谁是受者 有没有不施这件事 落地为兄弟 何必骨肉亲 我们在讲三轮体空 不就是这么的自然 像阳光空气水 一样的自然吗 感恩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好 感恩谢景贵师兄 那接下来 我们很期视频道 还有 第二个是 我们才能